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都升级做了父母,而身为父母的他们,自然也很喜欢晒出孩子的照片,有的明星还当起了晒娃狂漠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,有哪些明星,平时很喜欢晒孩子的照片。 近日,一次董璇的微博小号上,晒出一组女儿的照片,看董璇的女儿小酒窝长得真的是很可爱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很是讨人喜欢,而且翻看这个账号,里边全是小酒窝的一些日常照片,很是温馨。 而目前小酒窝正随妈妈在欧洲陪伴爸爸告云翔,晒娃狂漠第一名,肯定非黑人陈建州莫属。 大家翻看他的微博,就会发现里面除了篮球,就是老婆和孩子,不只陈建州晒,老婆范魏琪也是经常在微博中,晒出两个儿子的照片,夫妻俩真是妥妥的晒娃狂漠。 刘涛的老公王柯,也喜欢在微博上晒自己的一生儿女,当时女儿刚出生的时候,王柯就开始在微博上,晒女儿刚出生时的照片,现在女儿也长大了,她也经常在微博中晒女儿的近照,两个孩子一起去打钢耳夫,还把女儿的照片和妈妈做对比,看女儿的颜值也是很高的。 大S也是很喜欢在微博上晒女儿的日常,从女儿王柯月出生以后,微博剪辑已经没有其他内容了,全是女儿的成长记载,第一次看病,会怕,会吐泡泡,字里行间全是对女儿深深的爱。 假定文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,她的微博里也全是三个女儿的照片,邓超的微博里也全是两个孩子的照片,邓超孙丽这对明星父母,经常会陪孩子一起出去玩,也会晒出孩子的照片。 孙丽还在微博晒出灯的,抱着小花妹妹的照片,也是很有爱了,还有一家四口拍的全家福,也是很温馨幸福。 也有好多明星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,就不让孩子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,但是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晒孩子的照片。 因为杨妮刘凯薇的女儿小糯米,就被爸妈保护得很好,每次出现的时候,杨妮刘凯薇都会紧紧抱住女儿,不让她的正脸露出了。 王小明和baby的儿子小海绵从出生起,就一直受到了大家的关注,但是两人从来没有晒出过孩子的正脸照,还有自从做了爸爸就变身女儿奴的乘客,他经常会在微博晒出女儿的照片。 但是晒的照片都是女儿的背影照,也没有露出过正脸,但是看他女儿的背影也是长得肉嘟嘟的,很是可爱,还有陈小和陈年熙的儿子小猩猩,也被爸妈保护得很好,从来也是没有露出过正脸。 大家也都很好奇他们的孩子长得到底像谁,老干部晋东也曾在微博上晒出儿子的照片,但是也只是背影照。 虽然看不见剧体上什么样,可是光看正脸天的睫毛,就知道颜值低不了。 朱亚文也是个女儿奴,但是他目前也只晒出过女儿的背影照,看他的背影也是个很可爱的孩子。 大家最想看到老位明星孩子的正脸照呢。 对不起点对不起点过来。 对不起点对不起点对不起点。 这 attempting topping起来可能吉起点自女孩的体育位都收得比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